司马一死后 司马师出任府军大将军 执掌卫国军政大权 第二年由升为大将军 这年十月 东吴大帝孙权已71岁高龄病逝 因为太子孙亮只有十岁 于是以诸葛亮的侄子 诸葛锦的儿子诸葛克为脱古大臣 诸葛克执掌东吴大权后 就想建功立业 派人在吴魏两国交界 重修了东兴帝 并在左右各驻一城 每城有几千人驻守 这时司马师正好也需要建功立业 所以他就准备新兵伐武 征南大将军王昌 征东大将军胡尊 镇南将军冠秋剑 镇东将军诸葛丹等人 马上递来枕头 说要攻打东吴 并列出了各自的方案 最后司马师很自然的选择了 亲戚诸葛丹的计策 于当年11月兵分三路攻打吴国 西路王昌进攻南郡 中路冠秋剑进攻武昌 东吴司马昭率领胡尊诸葛丹等 顾其兵七万余人攻打东兴 东吴军情告急 诸葛克也亲率四万援军 赶往了东兴 而这时老天爷突然下起了大雪 魏军前锋胡尊等人觉得 吴军肯定不会前来 便喝起了小酒 跳起了小五 没做防备 而吴军大将丁凤 吕炬等人则趁雪 几近上百里杀向了魏军英雷 魏军士兵见证一个个惊恐失措 落荒而逃 死伤数万人 冠秋剑王昌等人得知东兴兵败 也都稍赢退走 并留下了大批军需物资 被吴军缴获 诸葛克因公加封丞相 禁决杨都侯 司马师那边则把债卖原因归咎于自己 消了监军弟弟司马昭的爵位 将冠秋剑和诸葛代进行胡调 如果诸葛克不再折腾 司马师以后的日子会相当难过 诸葛克也会成为独国的司马裔 可惜啊 第二年诸葛克又想建功了 秦率二十万大军 威攻合肥 结果打了几个月 胡军爆发了威仪 死伤过半 诸葛克只好引兵而还 半路上也被冠秋剑微星碰遍了一对 死伤万余人 回到建业之后 诸葛克就被东吴皇帝孙亮 以及大臣孙俊设计砍死了 司马师则因此大胜 作为了钓鱼台 卫帝曹芳建庄十分不少 所以中书令李峰 光禄大夫张继等人 准备发动兵变 灭了司马师 改立沙侯选委大将军 但因计划泄露 三人被司马师诛杀 一灭三族 同年 司马师又废曹芳伟七王 并准备立曹操的儿子曹炬为帝 但是郭太后不同意了 因为曹炬比他的辈分还高 以后他就没有话语权了 于是 司马师只好听从郭太后的建议 把曹炬的孙子曹毛立为了新军 司马师擅自废军的行为 引起了三朝老臣 时任镇东大将军 冠秋简的严重不满 多说几句冠秋简 这是一位颇有战功的名将 曹炬还是皇帝的时候 他被选为了曹瑞的温学院 曹瑞登基之后 他开始受到重用 被提拔为幽州刺史 征讨辽东公孙渊 但因为大禹 无功而返 237年 司马义征讨辽东 冠秋简率军同行 立下战功 此战之中 辽东大量军人老百姓死亡 一部分汉人难迁 于是辽东北部就出现了全力真空 高沟黎国王 魏公 便想趁机薅一把羊毛 于244年 派兵侵占了西安平 冠秋简立刻率连 一万多部席兵 讨伐高沟黎 高沟黎国王 魏公率军 两万千去抵抗 但在废流水 两口两次大败 被杀一万八千多人 魏公只带着老婆孩子一千多人 跑到了东沃局 也就是今天朝鲜的先行 冠秋简趁势拿下高沟黎首都 丸都山城 斩杀城中八千多人 而后返回国内 第二年 魏公不该失败 又返回高沟黎 准备复辟 冠秋简再次率军东征 魏公望风而逃 冠秋简到达丸都城后 兵分两路 一路有玄兔太守王岐率领 北上追击魏公 占领高沟黎北部 一路由勒郎太守刘茂 代方太守 公尊率军南下 占领朝鲜半岛 很快两路大军都取得了大胜 北陆军杀到了 如今俄罗斯滨海地区 魏公在逃跑的路上病死 南陆军一直杀到了 如今韩国的府山 灭亡三韩中的陈寒 如今韩国的东部 第一次成为了我国的领土 总之 冠秋简的这次东征 是有史以来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 最远的一次怨征 此后 冠秋简便被调到了南方 尚文已经讲过 司马师废掉曹峰之后 在洛阳上班的冠秋简 给冠秋简写了一封信说 父亲宁为封疆大吏 国疆亲父 却在自首 恐怕被天下人耻笑呀 冠秋简认为有礼 便联合扬州刺史温亲 准备起兵 出兵之前 冠秋简还派人联络了吴国 以及豫州刺史诸葛代 吴国丞相孙俊立马盖章 让大将吕聚 刘赞等人领兵前去驻战 但是诸葛代因为和司马懿 是儿女信家 就把冠秋简给告发了 冠秋简和文青无奈 只好于255年正月 发兵六万 向西占领了向下 司马师这时 刚刚割掉了眼上的刘子 伤口还没有长好 众人都劝说他 大将军不亦亲征 万一在路上挂了怎么办 可以让太尉司马夫 前去抵抗叛军 但忠惠等人力劝司马师道 冠秋简难名将 其锋锐之士不亦阻挡 如果您输实力 您不挂也得挂呀 于是司马师留下弟弟 司马昭镇守洛阳 钦率大军杀往了向县 到达汝阳县后 司马师向荆州刺史 王姬询问计策 王姬答道 淮南叛乱 并不是老百姓想反 而是冠秋简等人 胁迫的结果 如果大军迅速抵达 他们必定徒崩瓦解 司马师认为很有道理 便按照谁出主意 谁干活的原则 命令王姬为前锋 从中路杀向了向县 另外诸葛弹率领 豫州诸军 从安宋进攻寿春 郑东将军 胡尊率领 青州徐州之兵 进攻乔郡 虽阳等地 但是王姬刚刚出发 司马师又发了一道命令 让其停止进军 王姬上述说 管修建本可以长驱之入 但却久久不近 是因为他的部下 畏惧我军不愿前进 我们如果火速进军 叛军必定人心崩溃 如果我们犹豫不前 东吴的援军到达 淮南就危险了 南队由大粮仓 足够军队吃上四十天 我军应该火速进入南队 鲜声夺人 才能平顶叛乱 但司马师认为 不必召集进军 过段时间灌秋简的军心 自然会散 所以就驳回了王姬的请求 王姬不死心 有三分五次要求进军 司马师这才批准 但是王姬前脚刚走 司马师又让他停了下来 气得王姬来了一句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带着大军又赶往了南队 而这时 冠秋简刚从向线 出发了十几里 准备夺取南队 听说王姬已经抢先占领 只好退守向线 而冠秋简的手下 史昭李絮等人 还真的如王姬所料 带着部下投降了 众将听说之后 纷纷劝说司马师 赶紧趁机进攻叛军 但司马师却说 诸位置之其一 不置其二 淮南将士本无判心 只知道冠秋简 温情忽悠他们说 只要咱们起兵 天下必定群其响应 然而他们起失之后 没有一个地方响应他们 是招李絮才前来投降了 可见他们已经内部离心 外部叛离 冠秋简自知一定会败 正准备困兽幽斗 如果我们迅速出战 正好中了他们心意 如果我们坚守不住 他们不久必败 诸将听吧 全部心悦重复 不再延战 过了一段时间 冠秋简这边果然重心涣散 不断有人向官军投降 为了遏制推势 冠秋简便让文青率军 前去进攻乐嘉诚 这时驻守乐嘉诚的是 眼周刺史邓爱 冠秋简起兵之前 也曾派使者联络邓爱 但是邓爱斩了使者 率军一万多人 强占了乐嘉诚 并上报给了司马师 等文青准备攻城的时候 司马师刚好也率领大军 赶到了乐嘉 文青看到大军惊恶不已 不知如何是好 文青的儿子文强 十八岁 勇猛过人 对文青说道 我们可趁其立足卫围 突然出击 必然可以打败他们 于是文青父子 兵分两路 趁着夜色 准备两面夹击 文青率领 精兵先赶到了乐嘉城下 一边肋骨 一边猛攻 城内的魏军 进阵不已 正是乱成了一团 司马师大惊 记得刚刚做完手术的眼球 直接崩了出来 在司马师担心 被手下知道后 引发更大的恐慌 竟然咬住被子 强忍着疼痛 把被子都咬破了 也没有叫喊一句 魏军这才逐渐安定了下来 而文青这边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直到天亮了 也没有赶到乐嘉城 文青一看没戏了 只好撤兵返回 司马师听到外面没了动静 猛的扯下了被子 露出恐怖的面容 对猪将说道 叛贼要跑 快点追 猪将心头一惊 问道 文青父子 骁勇过人 没有受挫 为何要跑 司马师说 一鼓作气 再而摔 文青鼓噪一夜 又没有军队接应 士气一定受挫 不逃跑 还等什么 于是魏军开始领兵直追 追到半路 文青和文青终于会合 文青想要领兵东撤 文青却说 倘若不先挫败 敌军威势 我们是走不了的 于是文青率领 十个骁勇骑兵 又杀了回去 左中右头 左相批语 竟然没有人能阻挡 司马师听说以后 又派左掌使 司马掰 率领八千名骁勇骑兵 前去应战 但是又被文青抱承了六七次 殿中官员尹纳木 自幼是曹家的家奴 心向曹伟 他看到司马师的一只眼 蹦了出来之后 就忽悠司马师说 文青原本是您的心腹 只是被人误导而已 我和他关系比较好 可以前去劝降 司马师点头同意 尹纳木便单人单紧 追上了文青 渊源的喊道 军侯为何不再多忍受几天呢 尹纳木的意思是 司马师快不行了 你们先别撤军 但文青的脑子却被水浇了 根本没听懂 还大骂尹纳木 你是先帝的家人 不顾念报恩 却与司马师一同叛逆 必遭天前 说完还张公搭建 准备射死尹纳木 尹纳木只好流着眼泪说 实事办意 你好自为之吧 管秋剑这边呢 听说文青战外之后 竟然恐惧不安 连夜逃跑了 但是跑到慎线时 又被当地的老百姓 张鼠给砍了 张鼠还因公被封为了侯爵 文青父子退到项线后 一看到灌秋剑窜了 只好一路向南 跑到了吴国 而这时 吴军才刚刚到达东兴 至此 淮南第二派结束 但是司马师刚刚回到许昌 就挂了 享年48岁 距离他接班 仅仅四年 从此 老天爷便收回了 司马家的传统技能 高手 整个西晋东晋 司马家皇帝的平均年龄 仅为35岁